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好 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 是亚洲第一个国家级的民主援助基金会 创立在民国92年 也就是2003年 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要参与 和推动全球的民主化 到今年刚好是满十周年 为了激烈基金会成立十周年 所以基金会和远见杂志 共同举办建政台湾民主的系列讲座 计划邀请在台湾民主发展的过程中 举足轻重的几位关键领袖 以他们曾经参与台湾民主改革的宝贵经验 针对未来台湾民主生化方向来提出建言 以共政府跟全国民众来参考并且依循 今天是见证台湾民主系列论坛的第一场 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 总统论内立行民主改革 而被美国时代杂志 轰为民主先生的李前总统 来做第一场讲座的主讲人 李前总统 从一位农经的学者 走上从政之路 历任行政院政务委员 台北市长 台湾省主席 副总统 在政府部门服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民国77年1月13日 蒋总统金国先生因病逝世 由邓辉先生继任 继承金国先生的一致 推动台湾经济民主化 经济自由化 政治民主化 还有社会多元化 随后呢 并成为我国有史以来 第一位民选的总统 开启了台湾的历史新局 关于李前总统 对于台湾民主发展的贡献 国人同胞 大概都能够津津乐道 津平有幸 曾追随李前总统40年 固然有太多的感受和心得 但由于时间的关系 以下仅能够简单的归纳 类举其中的大端 第一 李前总统是政治革新的继承者 1986年3月底 执政的国民党 进行政治的革新 在蒋主席金国先生的 强力主导之下 推出了充实中央民力机构 地方自治的法治法 还有制定国家安全法 制定民间团体组织法 强化社会治安 党务革新等六项的议题 政治革新的推行 可以说是国民党威勤 转型的第一步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邓卫先生因正直的个性 还有卓越的自视的能力 以及对议题的深刻认识 深深获得金国先生的信赖跟倚重 金国先生 突然病逝之后 邓卫先生 除了依据宪法规定 继任总统之外 并被推举为国民党代理主席 除去推动各项政治改革 失智完成金国先生的遗志 先是召开国事会议 接着解决中央民力代表老化的问题 继而又推动制定宪法征修条文 宣布终止动言勘乱时期 将国家带上民主宪政的常轨 第二 以前总统是时代脉动和趋势的掌握者 如前面所说的 台湾自1980年代末期 开始进行一连串的政治改革 从威权体制 逐步转型为民主国家 而且自1991年开始 鉴斥地修宪 将政治改革的成果 落实到宪法 实际上 邓辉先生推动的宪政改造 并不是孤立的 也不是单独的 而是在全球化运动之下 与第三波的民主化国家的新宪浪潮 同步进行的 这一新宪浪潮 包括了宪法修改 与制定的取舍横平 重视人权的保障 扩大政治的参与 强化宪法治理 正是因为精准掌握了时代的脉动和趋势 所以邓辉先生看到 1989年 柏林围墙倒塌 失联东欧 柏兰政体先后挖解之后 义无反顾地推动台湾的宪政改造 第三 李前总统是宪政改造的推动者 从1988年到2000年 邓辉先生登论总统 担论总统时间长达12年 期间一共进行了六次的修宪 第一次征修在1991年时 推动国会全面的改选 并以法律规定 两岸人民权力义务的关系 同时播放两岸互动的规范 随即在第二次征修 也就是在1992年的时候 规定总统 胡总统 由自由地区 全体人民选几支 任其改为四年 并开放生长的民选 强化民众的政治权力 到第三次征修 也就是在1994年的时候 则确定总统 胡总统 由人民直接选举来产生 完成民主转型的制度设计 对国家政治的发展 至关重要 前落利润六次修改的过程中 虽然国民两党都还有诸多议题 尚未搬上台面 但由于李总统大功无私 例如数短润期由六年减为四年 而且善于沟通 例如争取民进党的支持 终使台湾政治体制 由威权减转成民主 过程非常的平和 没有流血 所以当时国人都预知为 宁静革命 第四 李前总统是主权在民的实行者 在梁蒋的时代 台湾的威权体制 建立在强人领导之上 邓辉先生 依据宪法既认总统 是不是基于历史的偶然 学者或许有不同的看法 但李前总统的民主素养 个人的特质 无疑地深刻影响了台湾宪政改革的选择路径 如果不是福音 主权在民的理念 坚持国人一人一票 票票等值的信念 那么他就不会放弃 委任职选而采取直接选举的总统选举方式 从而李总统主政的正当性 也不会被国人那么高度的推崇 曾经有学者指出 建立大众民主是二十世纪的创举 而如何维系大众民主 则是二十一世纪的一大考验 金平猜想 李总统已经看到这一点 所以九十高龄的他 依然在街角 手握麦克风 尊尊地教导 令人十分感动 大家很少看到政治人物 像李前总统那样喜好读师 既博学多问 又有独到的哲学思想 李总统对台湾民主的贡献 已经在在史册上 除了以上金平所列挤的数项以外 在其中内 他还提倡心灵的改革 希望国人透过内心思维 以及人格的修炼 来热爱台湾的这块土地和生命 台湾人民的形象和主体性 在他身上花光花热